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相即是非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即是非相 何以故 离一切诸相 则明诸佛 这两句话千万注意 如果参加佛学考试 一定会考到的 所以者何 这是什么理由 所谓我相 本来是非相 是假相 下面接着人相 众生相 都是假相 佛学说的这个我 就分析来看 我们现在一定是有个我 有个身体 佛学说 这个身体是四大甲合之身 骨头呀 肉呀 这些东西凑拢来而成的 暂时的我 而且生下来 到了第二天 那个第一天的我 已经衰老了 满月以后 与第一天生下来 也完全不同 十岁与一岁 也完全不同 总而言之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十二年以后的我们 全身 连骨头都换了 所以这个肉体不是我 是假我 这是个工具 暂时借来用 等于这个电灯泡 暂时借来用一用 所以此身非真我 是非相 假相 不要认假为真了 身体的我 既非真我 那么我们的思维意识 念头 是不是我呢 也不是 因为每一分 每一秒 思想意识 都会变去 尤其年龄大的时候 过去几十年 甚至现在说的话 都随时忘记 所以说 能够思维 意识 念头 也非我 这些都不是我 我 都尚且非我 哪里还有你 我 他 那都是非我 一切无相 万有的相 是因缘 凑合 是假和的虚妄相 不是真实 但是虚妄 不是没有 只是偶然 暂时的存在而已 所以说 我相 即是非相 推而广之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也都是非相 金刚精识 我们同时认清 不要被虚妄的人生 和物理世界的暂时现象 骗去了自己的智慧 骗去了自己真性的情感 真性的情感这句话 有没有问题呀 有问题 真性怎么会有情感 真性不是没有情感吗 所谓情感者 即非情感 是明情感 情感也是虚妄相 但是 如果佛没有情感 佛不会发大悲心 大悲心 即是情感心 不过 佛的情感 不是痴迷的 一切相 即是非相 真正的悲心 没有悲心的痕迹 只是理所当然而兴趣 道理就是如此 如何见佛 接着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大家要学佛 去哪里见佛呀 离一切诸相 即明诸佛 离开了一切的相 就是佛 这是真正的佛 那么你说 我们在大殿上 不需要拜佛了 要拜呀 即假即真 相是虚妄 因为理拜这个虚妄相 你自己此心 有真正的诚恳 发起了真实的成绩 那就是信心清静 就可以能生十相 这个十相的境界 就是离一切诸相 一切相 皆不拙 所以 有人不拙相的礼佛 就是一念之间 也不必合掌 也不必跪拜 他一念之间 已经顶礼了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 有一个禅宗公案 说 有一个小孩子要小便 跑到大殿上转来转去 后来对着佛的正面 他就小便了 有个法师出来 看到说 你这个小孩 太没有礼貌 怎么对着佛就小便 小孩说 十方三世都有佛 你叫我向哪一方小便呀 反过来说 十方三世都有佛 方方都是佛 忠心一念成静 十方三世诸佛 皆在目前 怎么样在目前 离一切相 即明诸佛 这个道理 必须要搞清楚 这多半是 须不提在那里演讲 讲给佛听 佛是听众 换句话说 是他向佛报告 接着是佛的印证 佛的奖状发下来了 难得的人 佛告须菩提 如是如是 若父有人得闻是经 不经 不不 不畏 当之是人甚为稀有 佛说 是的 就是这样 你讲得很对 就是这样 未来世的众生 有人听到金刚精的道理 没有被吓住 那就是一个稀有的人 精 是吓住了 不 是精神恐慌 非常恐慌 譬如我们走夜路 看到一个黑影子 一下子吓住了 那个是精 不呢 非常恐慌 持久的心理恐吓 那个是不 喂 时间更长了 不停地害怕 像我们在座的 各个都是第一稀有 听了金刚精 不精 不不 不畏 而且没有不懂的人 各个都懂了 事实上 有没有又精 又不 又畏的人呢 这在修持佛法的时候 就看到了 我们很多人学佛 都想求空 等到空的境界一来 反而吓住了 许多人说 我吓死了 吓得我的汗啊 像黄豆那么大 因为 我 没有了 我说你学佛 不是想求个无我吗 怎么还吓住了呢 所以说 会 这个佛学名词 用得非常好 会是要力量的 会力不够 功德的功力不够 就有精 不 畏的现象 将来的时代 有人成就金刚精 般若这个法门 不精 不 不 不畏 佛说 这个人 真是非常难得了 佛说这个稀有 就很重 佛给我们的这个价钱 奖金就很重了 非常稀有 几乎不可能 如果可能了 就是超凡入圣 何以故 须菩提 如来说第一波罗密 非第一波罗密 是名第一波罗密 何以故 什么理由呢 金刚精的特点 是使我们知道 无助 无相 无愿 这是大圣的心印 此心要随时无助 随时不着相 随时随地的无愿 你说 正要我们发大愿 怎么无愿呢 大慈悲 当然是愿力 慈悲过了就不住 没有叫你一天到晚 坐在那里哭啊 过了就不住 所以说 愿而无愿 第一波罗密 是大智慧成就 大彻大悟 成佛 也就是般若实相 般若实相 本来无助 本来无相 本来无愿 当然 大家不要会错了意 青年同学们 根本发不起愿力 以为你本来无愿 已经合于佛法了 那就很糟糕 无愿 就是一切大慈悲 用过了变空 无助 因此说 第一波罗密 即非第一波罗密 是名第一波罗密 第一波罗密 也就是般若 大智慧 而般若里的实相般若 就是剑道体 也就是我们后世禅宗 所谓的 明心见性 什么是忍辱 虚菩提 忍辱波罗密 如来说 非忍辱波罗密 问题来了 前面一路下来 都是讲般若 是菩萨六度里 最后的一度 智慧成就 所谓的六度 也已经说过 就是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 换句话说 这也是学佛的 一个次序 首先 学佛的 要学不失 不失 就是能够舍 舍 并不是叫你 光把口袋里的钱 掏出来 而是一切的习气 都要舍掉 改变 丢掉 把整个人生转化 放下 也是舍 万元放下 就是不失 这是内不失 真不失了 此心清静 才算真持戒 心不清静的持戒 那是小圣戒 是有意去操作的 做到了此心清静 念念清静 不需要持戒了 因为它本身就是戒了 戒者 戒一切坏的行为 恶的行为 此心念念在清静中 无恶意 无善 是明智善 这就是持戒 持戒还好办 忍辱最难办 你说自己 心也很清静 戒律也很好 那是当你没有受到打击的时候 打击一来啊 就火冒巴掌高了 也管不了清静不清静 什么毛病都出来了 所以 忍辱是六度的中心 因为 那是最难最难的 也因为这个缘故 大圣菩萨 必须进入无声乏人 才能登上菩萨地 无声者 本自无声 信心清静 一念不生处 这个一念不生处 不是压制的 也不是没有思想 没有知觉 而是一切杂念不起 信心清静 就是无声 光是无声 是不够的 要无声乏人 切断一切万元 叫做乏人 我们中国文学的形容词是 拔开会剑 斩断情思 有时 我们剑 是拉不开的呀 有时候又只拉一半 有时候剑拉出来了 看看剑 却愣住了 不要说斩了 扯都扯不断 那个剑 早就顿了 所以说 法忍 也就是六度的中心 忍辱的意思 首先 我们来了解佛学 忍辱的意思 看到一个乳字 我们会想到 受人侮辱 叫做乳 譬如别人骂你了 打你了 各种不如意的刺激 算是乳 这是从文字上的了解 在佛法上讲 一切不如意 就是乳 受一切痛苦 就是乳 譬如 我们老了 病了 老病就是乳 老病招来自己许多烦恼 也带给别人 也带给别人许多烦恼 不要说我们人 是如此 你只要看看动物 拿蚂蚁来说 你仔细观察 年轻的蚂蚁 经过老化蚂蚁的旁边 都走得远一点 这样的乳 这样的难堪忍 所以 这个有缺陷的 缩破世界 非常难堪忍 没有一样事情是圆满的 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众生 堪忍 受得了 所以 这个世界叫做缩破世界 是堪忍的世界 也因为如此 这个缩破世界上的众生 才最能够成佛 因为生在天堂 没有痛苦 没有刺激 天天在享福 众生也不想修道 用不着吗 生在地狱里 受苦受难都来不及 没有时间搞这一套 只有生在缩破世界 有苦有乐 有善有恶 各有一半 所以能够刺激你 发生解脱的智慧 是成佛的节路 忍辱 并不是完全讲侮辱 大家不要搞错了 一切的痛苦 能够忍的 都是如 譬如 我们这个世界上 做生意的 创事业的 乃至发财的 你问他 这个日子好不好过 他一定说 不好过 受不受得了呢 有什么办法呢 反正能够忍得住 就这样忍下去 所以说 娑婆世界的众生 堪忍 能够忍受 佛根须菩提两人 对话到这里 如果不仔细看这个经 突然看他在中间 来一个忍辱 波罗蜜 会觉得奇怪 所以 刚才我先提起 大家注意 这一部经 把六度波罗蜜 都讲完了 为什么现在提出 这个忍辱波罗蜜呢 忍辱的榜样 我们要想学佛 要想修行成就 忍 是最难做到的 就像打坐修定 为什么定不住啊 两个腿痛 你就忍不住了 这个忍 就是忍如理的人啊 当然 硬忍是很难 但是 你明明知道 此身两腿两手 四大皆空 那个时候 你就是空不了 忍不过去 所以这六度的一关 忍辱度 你就过不了 过不了的话 这一切皆是空谈 你说我们会念金刚经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沐鱼敲起来非常好听 阿秋 糟糕 我感冒了 怎么办 看哪个医生好 因为怕死掉 众生像就来了 受者像就来了 这一下 这一下就忍不过去了 所以忍辱的道理 放在金刚经的中心 大家要特别特别注意 佛把自己本身修持的经验告诉我们 做个榜样 所以佛说 真正智慧 彻底悟道的人 彻底悟道的人 才晓得忍辱波罗蜜本身 没有个人 如果有坚韧的念和感受在那里 就已经不是波罗蜜 就已经没有到彼岸 也没有成就 何以故 虚菩提 如我昔为 鸽利王鸽结身体 我于耳时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什么理由呢 佛又对虚菩提说 以他本身做榜样 像我从前的时候 曾经被鸽利王鸽结身体 鸽利王是过去印度 一位明王 不过 印度不注重历史 这种历史资料 只有在佛经里才找得到 这位当时历史上的明王 非常残暴 那个时候 释迦牟尼是个修道的人 相当有成就 到达菩萨地了 虽然是圆绝身 无佛出世 自己也会悟到 后来 鸽利王因闹一剑 要杀释迦 他说 你既然是修道的人 我要杀你 你会不会称恨 释迦佛说 此心绝对清净 假使我起一念称心 你把我四肢分解割掉后 我就不能复原 结果 鸽利王一节一节 把他割了 释迦牟尼没有喊一声 哎哟 心里头也没有起一念 恨他的心里 只有一念慈悲心 完了以后 鸽利王要求证明 释迦牟尼说 假使一个菩萨的慈悲心是真的话 我的身体就马上复原 结果他立刻复原了 又活起来 这个故事 比耶稣的复活 必还多了 所以佛说 西维鸽利王割结身体 他在当时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佛把自己本身的故事 说给我们修行的人 做个榜样 当然 并不希望我们 被别人割了 做誓言 现在不必弹割结身体了 叫你不说话 你就受不了 叫你坐着不动 也受不了 其实 这个就是 忍辱与禅定 般若的道理 只因为智慧不够 悟道并没有透彻 所以你受不了 达摩与苏格拉底 刚才讲到 忍辱波罗蜜 我们再提起注意 所谓忍辱 包括了人世间 一切的痛苦 一切的烦恼 忍到没有忍的观念 没有忍的心理 忍到无所忍 自然而清静 这才是忍辱 到达波罗蜜成就的程度 所以佛说 当我被鸽利王割结身体的时候 他说他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首先他没有觉得这个生命 是属于我的 这一句话 特别注意啊 我们这个身体 是属于我们暂时所有 是暂时附属于我 并不是我 真正永远的占有 因为此身本来不是我 要把这个道理 不仅理解清楚 还要实际上正道 才信心清静 才有希望 正得波罗十相 这是真正的功夫 但是 功夫又是什么地方来的呢 波罗见地来 智慧不透彻 不能大彻大悟 大彻大悟 是智慧的境界 并不是功夫的境界 如果叫功夫的境界 为大彻大悟 那就是气象菊发的警报 路上有悟 小心撞车的那个悟了 就看不见了 这个悟 是清朗的 智 能破除一切阴影的境界 何以故 我与往昔节节之解时 若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应生称恨 说到这里 先要有一个认识 佛现在所告诉我们的 不是假想 是一个实际的羞耻 无我相 无人相 是智慧的解脱 譬如西方的大哲学家 苏格拉底 最后被人家谋害 拿到一杯毒药 朋友们劝他不要吃 他明知道是毒药 笑笑 仍然谈笑风生 最后 喝下去死掉 又如中国禅宗达摩祖师 在中国传道的末期 遭到其他法师们妒忌 五次毒死他 都未成功 等到第六次毒他时 他把毒药吃下去 告诉弟子们 跟你们的姻缘到了 我要走了 弟子们当然不让他走 他说 姻缘已到 我已经吃下毒药了 另外 密宗的木论祖师 最后也是被人毒死的 这些人都知道 姻缘已到 杀人抵命 欠账还钱 应该走 就走了 又如耶稣 被钉上十字架 等等 这些都是智慧的解脱 所以 禅宗五宗宗派之一的 法眼大祖师 有记子说 礼及忘情味 如何有预期 到头双夜月 任运落前夕 这个记子有八句 我们引用要点 只说它的一半 礼及 就是真正的道理 智慧的领悟 理解 误解 到达了几点 忘情 这些忘念的情 没有了 这个境界 是没有办法描写的 没有办法讲 没有办法说 礼 到了几点 智慧到了几点 就是礼及忘情味 后面几句 是描写无我像 无人像 等等的境界 自然而然 礼到了 是 也到了 所以 佛教的怀言境界 又称礼无碍 是无碍 礼是无碍 是是无碍 礼到了 也是无有障碍 所以 光是研究佛学 就不能在修持上 得受用 大家把三藏十二部的教理 没有融会贯通 没有到达礼籍 所以 我像 人像 仍在 像佛说的 身体被人家残害 而只有慈悲心 不动称念 到达忍受没有痛苦的境界 这是礼的境界 智慧的成就 是 在苍 宝贝 我们 引 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